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要告诉你 你是神所爱的儿女 是上帝的宝贝 神看你为宝为尊 Amen 不管你现在在什么的情况都好 神对你的爱没有改变过 仅仅抓着上帝的爱 仅仅抓着他 他会带领你 Amen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12月 是2023年最后的一个月 来到这个月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这个是一个圣诞的季节的 这个月份 圣诞节我们是庆祝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 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礼物给世人 他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然后他赐给人盼望 弟兄姐妹今天 我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是 神使卑贱变尊贵 垃圾也能变增报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从 主耶稣来思想 来思想 神是如何的 把一个卑贱的人 变成一个尊贵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的圣经 约翰福音 8章第2节到第6节 清早 他又回到圣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 教导他们 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一个犯奸淫时 被抓的女人来 叫她站在当中 然后呢 对耶稣说 老师 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 被抓到的 摩西在律法书上 命令我们把这样的女人 用石头打死 那么你怎么说呢 他们说这话 是要试探耶稣 要抓到控告 他的把柄 弟兄姐妹 这段的圣经呢 是记载 主耶稣当时候呢 他是每一天呢 都往返这个的圣殿 然后呢 有一天他回到圣殿 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呢 突然呢 这些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就是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就把一个的女人呢 带到耶稣的面前 这个的女人是谁 这个的女人呢 是在犯奸淫的时候呢 被抓到的女人 然后这个的 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 就问耶稣了 耶稣啊 就是按着犹太人的 摩西律法呢 犹奸淫的这些人 都需要用石头 被打死的 那他们就来问耶稣 你怎么说 那其实呢 那个时候呢 按着摩西律法 的确是 也记载在 立位记二十章十节 如果人犯奸淫 犯奸淫的男和女呢 都要被石头打死的 可是在这里呢 有个很奇怪的情况出现 就是他们只是拉了一个女人来 那个男人在哪里 那个男人没有拉来 那有可能是因着呢 这些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早已经串谋布局了 就是用这个犯奸淫的 这个的男人呢 能够抓到这个犯奸淫的女人 虽然男人没被抓来 只抓了这个女人来 是专抓来做什么呢 是要陷害主耶稣的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啊 犹太人的律法 是非常非常的仔细的 如果你要抓奸 你不能够说 这两个一男一女 在一间屋子 他就是犯奸淫 你也不能够说 他在那个的 两个人在房间的里面 就是犯奸淫 都还是证据不够 必须呢 是在他们犯奸淫的时候 抓个正早 这个才能够下判所 他真的犯奸淫被抓到 所以你知道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个女人被抓来的时候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那个衣装不整的情况 他可能呢 只是很快的拉了一块布 然后包自己 或者一块毛巾都包自己 然后就被拉到了 那个的大庭广众的那里 就被指控犯奸淫 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 那他们要怎样用这个女人 来陷害耶稣呢 他们问耶稣你怎么说 要用这石头打死这个女人 然后耶稣 耶稣他回答 如果应该用石头 打死这个女人的话 那其实呢 耶稣是在犯法 因为那个时候的 罗马的法律呢 是不容许 犹太人 如果任何的犹太人 你犯了犹太人的这个的律法呢 你把它处死 你必须要通过呢 这个的罗马的律法呢 罗马的法律来审判 才能够处死的 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必须是要通过 罗马的这个的政府的 这个的法律呢 来审判 所以耶稣不能够说这句话 如果耶稣说当处死他 他就犯了这个的罗马的法律了 那耶稣也不能说 不当处死他 这个答案是耶稣要的 耶稣不能说出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说了 犹太人就说 耶稣你不是弥赛亚 你就不是救主了 你不是犹太人的救主 因为呢 你不遵守摩西律法 所以他们把耶稣放在两难之间 那耶稣他怎样回应呢 让我们来接下来读这段经文 请 耶稣却弯下腰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自己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谁就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他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见这话 从老的开始 一个一个都走开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和那任男站在中间的女人 耶稣他怎样回应呢 他没有回答 他就是弯下腰 然后安静地在地上呢 就用这个的手指在写字 圣经没有说 也没有记载 他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 很多人就说 他可能在地上是写十诫 也可能他是在地上 写各种各样的罪行 写欺骗 写勒索 写诡诈 做假见证 写贪婪 也有可能 他是在地上写 是写这些站着的 这些的人 周围的人 他们暗中所犯的罪 写了在地上 所以这些的人 看到主耶稣 在地上写字 然后耶稣呢 后来就问他们 你们中间 谁没有罪 谁 你就可以用石头 打他 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 就记载 当耶稣 问这句话的时候 他继续写 继续写我想他 继续地写了 更多的罪出来 然后这些人呢 一个一个都走开了 而且特别地记载 是从老的开始 为什么从老的开始 人年纪越来越长 你做的 不该做的事越来越多 所以很快就领悟到 自己犯了很多罪 做了不该做的事 所以就从年长的 开始离开 全部都离开了 最后呢 就剩下了两个人 就是耶稣 和这个女人 那我们一起 接下来再读这段的圣经 耶稣就自己要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剩下主耶稣 跟那个女人呢 耶稣就问这个女人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有人说没有 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个故事 我们当知道什么 主耶稣在这里 他说 你们中间 谁没有罪 就谁 就掀拿石头 打这个的女人 一个一个 都走了 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当时候 这些的犹太人 每一个的人都知道 自己是一个罪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当时候站在那里的 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文士和法利塞人 文士是谁 文士是那一个的 熟读圣经 熟读他们 那时候的犹太人的圣经 熟读 甚至是抄写圣经 教导圣经的老师 法利塞人是 严守 这些犹太人的 律法的人 他们都是自认 是有崇高 道德 行为的人 他们都走 他们承认说 我们也是罪人 在这里 有两种人 这两种人 其实也代表着 今天我们有的 两种人 第一种人 是文士和法利塞人 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们是认为 我没犯什么罪 我没犯什么大罪 我哪有严重的罪 为什么你说 我是一个大罪人 我不是 我没犯什么大罪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讲一讲一个小片话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骗一骗我的父母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有一点的诡诈 欺骗我的顾客和上司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骗我的老公老婆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顺手牵养一下 有些东西不是我的 我就顺手牵养 公司的东西 别人家的东西 我只不过 有的时候 发一下脾气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抓我的配偶 孩子来打 甚至虐待他们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欠一欠别人的钱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占一下别人的便宜 这都不是大事 我只不过有的时候 喉睡 会骂人 我骂的都是出口 骂的都是不好听的话 那在别人的面前 你们都觉得我很好 一再回到家 我的口开始骂了 这些每个人都做过嘛 哪是什么大罪 许多的人 都认为是如此 另外一种人 是什么人 就是犯奸淫的女人 犯奸淫的女人 我犯了大罪 我也知道我犯了大罪 那他犯的罪 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做不到的事 这些是很明显的 甚至在国家 法律上面都是一个罪 你杀人啊 你大贪啊 小贪都不算啊 大贪啊 你抢劫啊 你抢奸啊 这些呢 是大罪啦 很多的人都认为说 我要犯弃大罪 才叫做罪人啊 对吗 如果你不是在教会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更是如此认为 那如果罪呢 按着平常的字典 他的定义是什么 罪的那个定义呢 按着平常的字典 他的定义是 应当处于刑法的犯法行为 犯法行为啊 就是你犯了一个国家的法律 你杀人 你偷了东西 这是犯法行为 这叫做罪 那可是呢 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呢 是怎样的一个定义 按着圣经的罪的定义呢 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神就给人一个标准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就是犯罪 这就好像这个剑吧 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 这就叫做犯罪 你射到那个红心的旁边 很靠近红心 都还没有到红心 非常靠近 这也叫做犯罪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现在 居然罪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那请问呢 为什么人要达到神的标准 我达到我自己的标准 不能吗 我有自己的标准啊 我达到别人的标准 而已不能吗 我达到我的父母的标准 我达到我的老板的标准 可以吗 我或许是我达到 今天世界流行的标准 够啦 今天世界流行 一夜晴 怀孕了就堕胎啦 这是世界的标准 我达到那个标准 不行吗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首先呢 要了解 人的根源 是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然后人在宇宙当中 你要向谁负责 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要去找出来 人到底从哪里来 在教科书的里面 现在都告诉你 人是进化而来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然后不断地进化进化 然后进化到猴子 然后呢进化到人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来了 这个是推理 那推理呢 其实这一个推理 暂时都还没有 一百八千的证据 是如此的 那科学是一直发展的 人也一直不断地 在研究这个整个世界 也有太多的东西 人不知道 进化论 不是真理 我是读生物科学 毕业的 我们许多科学家呢 都是基督徒 那谁能告诉你 人从哪里来 圣经说明 人是从神创造而来 世界是神创造的 今天的科学界呢 是把人当着 是其中的一种动物 其中的一个species 可是你真正的 实际的看整个世界 人跟其他的动物 是不一样 人在主导 整个的世界 这怎么解释 人比动物更加的高 科学解释不到 圣经就有答案 神为什么 人为什么会比较特别 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是按着神的形象 去造人 造其他的就不是 是按着神的形象 造人 所以人他会有思想 他会有意念 然后他会有他的想法 他还会制造东西 他会管理东西 还有他会有良知 他知道什么是对错黑白 他知道 他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该做的 从小就知道 那神造人的时候 就已经给人能力 也给人责任 你去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早已经在人的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人现在是在主导世界 人在管理世界 你养狗养猫 你不能够叫你的狗 叫你的猫 管理你的家 他只能够看门 费两下 对吗 你不能够说 帮我收拾家 不能 他必须要是人 才能够做到 因为动物 不懂得管理 是人才能够管理 那神创造人 这个我们也要搞清楚 虽然你是基督徒 弟兄姐妹 你也要搞清楚 那神是创造人的 可是人 是不能造神的 那人可以制造很多东西 例如说 如果我制造手表 如果手表 是我发明的 是我第一个人 去制造那一个的手表 那我制造了这个手表 我制造手表 有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呢 就是要用手表 看时间开始的时候 现在手表已经有很多方针了 我开始的时候 我想制造手表 让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这个是我的目的 那我制造了手表 我就是这个手表的主人 对吗 这个手表能不能够存在 是在于我这个主人 我制造这个手表 我比我的手表更加高 当我制造任何的东西 我今天制造这个的机器 我制造车 我们人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会制造很多的像 你制造所有的东西 那一个东西 是你是主人 然后你决定他的存活 你不能够拿你制造的东西 我制造了这个像 这个是我的神 然后我来拜 他不能做你的神 其实呢 你是他的主 你应该就是他的神 因为他的存活在于你 我制造了这个手表 我觉得这个手表不准坏掉 那整天的那个时间乱掉 那我是他的主人 我可以决定 我今天把这个手表丢掉 今天我们人是谁造的 神造的 这个造宇宙万有的神造人 那我们的主人是谁 神 他决定 我们能不能够存活 他给我们目的 为什么 你要生存在这个世上 因为呢 这位神 要你来管理这个世界 他要在这个世上 来赐福给你 你有一个目的存活 而且 你代表他来管理 所以呢 你知道当我的这个手表坏掉 我觉得他没用了 我可以把他丢掉 所以你知道神今天也是这样子的看吗 如果人坏了 哎 你有用吗 你已经离开了我的目的 那弟兄姐妹 我能存活 我们今天还能够存活 是因着在于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呢 是造了宇宙万物的神 他造宇宙万物 所有的被造的都是因着他而存活 他就有资格做神 做神要有资格的 弟兄姐妹 不是随便都可以拿来做神的 我不能够拿石头来做神 我不能够说这个束活了百年 这个就是神 这个山 哇 很神圣 这个是神 我不能够拿我造的东西变成神 我造的物质 我造的钱 人造的钱 人造的车 他都不能够成为神 今天造的机器人 AI 也都不能够成为神 今天有一些的国家 把AI 帮着的是偶像 人都比这一切都高 那神造人 人跟动物 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良心 动物没良心 他不会分辨对错 他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很羞愧 我父亲 以前养了一只狗 这个狗呢 是比较贵一点 小小只的 然后我家里面还有另外一只 比较大只的狗 那只狗是 我们叫做三八狗 三八丘 这两只狗活在一个屋子里面 我爸爸呢 很爱这个小狗 每天带他出街 然后每天吃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买炸鸡给他吃 买炸鸡给他吃 那个炸鸡很大片 这只狗很小 这个小狗呢 吃炸鸡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那个大炸鸡整片吃完 那这个大狗就在前面呢 就服事单单的 要吃他剩下的东西 那这个小狗呢 就知道这个大狗要吃他的东西 他吃完了过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小便在那个炸鸡的上面 然后就由大狗来吃 你说哇这个狗很坏了 对不对 你做错事了 你知不知道 可是他不知道他做错事 你怎样骂他 他都不会悔改 他会做得变本加厉 动物没有良知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 把良心呢 就搞混乱了 搞模糊了 良知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呢 内心的里头 一个衡量器 你知道你做错了 我不看样子 然后你开始内疚 你开始感到羞耻 你感到自责 然后你开始就控告了 我不该这样 所以有人会因为这些的内疚呢 控告呢 自责呢 而去自杀 可是动物呢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做错事而去自杀的 那这个人有他的良知 神造人的时候 早已经把一个标准放在人的心里面 你知道你不能够杀 你知道你不能够偷窃 你知道你不能够欺骗 你做这些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光明正那地做 你是偷偷摸摸地做的 你是不敢告诉别人做的 孩子也是这样 那当我们讲我们要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呢 那个标准是什么 神把那个标准放在了你的良心的那里去 他告诉你 不能杀 不能打 不能偷 不能害人 然后神不只是衡量这个呢 用那一个的行为来衡量 神衡量的时候呢 神还要衡量的是你的内心 从你的内心开始去量你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英国做心理辅导师 他需要很敏锐的耳朵 他这个耳朵的听力需要很好 因为呢 如果听力不够的话呢 不好 例如说有点聋了 有点不是很能够听到了 有些的话 他就要需要去进步他的听力 为什么 因为呢 他的顾客 如果呢 来到跟他讲他的情况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他们会讲到 我很想杀掉我的母亲 这样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必须要听到 因为成为他们的心理辅导师 必须要听到这句话 你不听到这句话呢 他不久 他可能就真的去杀掉他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话听出来 然后呢 去辅导他 那弟兄姐妹 罪是从心里面开始酝酿出来的 然后过后呢 才到行为 神衡量人 罪的那个标准是 我从你的内心去衡量你是否犯罪 不是从行为 如果从内心衡量的话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讨厌那个人的想法 憎恨这个人的想法 这一个就已经是一个犯罪的想法 这个本身呢 就是痛恨他 接下来的行动呢 你就可以 可能要去做各种的行动呢 去报复 然后去害他 甚至去杀他 所以当你心中 有一些的恨出来了 然后有一些骂他的出来了 有的时候骂他蠢猪头啊 你死掉你就算了 兄姐妹有的时候 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讲这些话 兄姐妹你知道这些 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这种话 不管是有意无意啊 这都是罪 如果这样子衡量罪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罪 你不只是做出来的 你不只是讲出来的 你心里面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好的恶念 一条一条都是罪 上帝的那一个的标准是 你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污点 一个而已 你就是个罪人 一个 不是有很多个 是一个 我们很多的人生命是这样子 有一些的人的污点是比较小 你不是很明显的看见 从行为外表上 可是有一些的人呢 就比较 多 也比较明显 就好像这个女人犯奸淫 这女人犯奸淫 她那个污点就更大 就给所有的人都看见 那这样子的话呢 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一年 每个月 这样累积下去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的污点 差不多是 比这个 多上了好多倍 重点 又重点的污点 每年 这样重点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有一个的 还没有信主的一个的朋友呢 就跟一个基督徒说 其实我还不是不错的 我还不是个坏人 你知道吗 我没有坏到哪里去 然后你知道他 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吗 我不像那些人 我不像这些人 我不像那些人 这个基督徒就跟他说 你不要拿你自己呢 去跟那些贩毒的 那些的 偷窃的 那个真的是 绑架抢盗的那些 来去比较 神不是要你跟这些人比较 神要你跟谁比 神要你跟他自己来比 如果你跟神比的话呢 你没得比 上帝的要求 标准在这里 你在这里 所以这一节 我们叫做什么 在罗马书 三章二十三节 就有一段圣经说 我们一起读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他说人犯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的标准在这里 这个是荣耀的标准 你在这里 你这里到这里 就叫做亏缺 缺了 你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叫做罪 罪是要把自己拿着跟神来做比较 你不是完全的神结 那所以在圣经的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 一起读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好人 一个都没有 每一个都是犯罪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这个是事实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 变成一个一百分完全没有污点的人 罪人是永远的事实 你不能够用做好事 我来消掉 消掉我的罪吧 你消不掉你的罪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你的罪太多了 然后呢 另一个原因 如果你消掉你的罪 我捐钱呢 我去做好事呢 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内疚 我还是爱我的老婆一下 内疚 有的时候呢 我们心中内疚 我比较爱这个家人 是因为你对他很不好 你想要不委屈 那其实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 消掉 可是你消不掉 你为什么要想 为什么消不掉 因为你一旦觉得 你内疚 你想要对他好一点 你是因为呢 让你自己好受一点 所以呢 你去对他好一点 请问这个动机本身 是一个好的动机吗 不是 这个动机本身到最后是为自己 我为我自己好受一点 所以我去对他好一点 所以你不能够用好事来去消掉 你的这些的污点 你这些的罪 你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和动机本身 就已经是罪 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想法 你并没有是一个无条件的去爱他 你并不是因着你爱他 你要牺牲你自己 不是 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 罪人都有恶果 然后罪人会伤害人 罪人会摧毁人的生命 所以这个的女人 被带到众人的面前受羞辱 这个其实就是罪的这个恶果 她变成了一个 别人认为你就是一个卑贱的女人 你是一个垃圾 听懂姐妹 罪呢 摧毁人的自尊 这个女人呢 在众人的面前不敢抬头 哪里敢挺胸 如果有个洞的话 最好就是赚进去 罪会摧毁人 罪摧毁了许多家庭 罪会摧毁我们许多人的生命 今天战争是罪 人的罪造成 罪也会带来贫穷 今天哪一个国家 他贪婪腐败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一个国家就非常的贫穷 罪会带来贫穷 罪还使我们永远以神隔离 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 我们也会感觉上好像跟神远离了一样 罪呢 使人不能够领受神的爱 罪呢 使人不能够领受上帝的赐福 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看见 主耶稣 他是怎么对这个女人呢 主耶稣 对这个女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就是好消息 这就是我们圣诞节 在庆祝的好消息 耶稣来 他不是定罪 耶稣来 他是要拯救人 圣经的里面 说什么呢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耶稣来 他不是要来定你的罪 耶稣来 是要拯救你 耶稣来 是要赦免你的罪 所以耶稣没有拿起那个石头 打这个的女人 我们从这里 我们看见了 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的神呢 是一位蛮有怜悯 恩典慈爱的神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放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稣是满有慈爱 满有丰盛 他有怜悯 有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 恩典呢 就是神赐给你一个 不配得的一个礼物 犯罪的人本来配得的是什么 刑罚了 犯罪的人配得神怎么对待你 报应你了 惩罚你了 降祸给你了 可是呢 耶稣 他来 他不是要来报应我们 他来 是他要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 他说我要拯救你 不是你要受刑罚 而是我来 我代替你受这个罪的刑罚 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取代人来受这个罪的刑罚 而耶稣 他受刑罚 为了使我们能够得自由和得释放 使罪人能够得自由 那主耶稣在这里呢 他就跟这个女人说 他不是只是停留在 我不定你的罪 他继续说下去 他说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听众姐妹很多的人就停留在 啊 耶稣不定我的罪了 很好啊 感谢主 我可以自由地做我喜欢的东西啊 我可以自由地在我的罪的里面啊 不是啊 后面那句听清楚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呢 是你今天我可以选择不犯罪了 这叫自由 我以前没有办法选择不犯罪 我只能够犯罪 所以主耶稣呢 他说什么 接下来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他说 我们一起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他说你今天 你不要再犯罪了 你今天 我今天不定你的罪 你可以不在黑暗里面走了 弟兄姐妹 其实呢 这是主耶稣 对这一个女人宣告盼望 耶稣对罪人宣告盼望 你知道吗 女人你不需要继续这样 女人你不需要继续的这样 卑贱下去 女人你不需要继续的这样 犯罪下去 现在你可以不犯罪了 你可以不做这样的人了 你可以不永远活在罪的里面了 你可以不永远这样子 有一些的人 主耶稣也要对你说这个话 你可以不永远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好失败 你可以不永远失败的 你觉得你好软弱 你可以不永远软弱的 你今天陷入在这个罪的里面 就是因着这个罪 使你真的是你的人生 一直不断的打转 又打转 在同样的一个点上面 前进不了 主耶稣要告诉你说 你知道你可以不永远如此吗 你可以走一条新的道路 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这个就是耶稣对这个女人宣告的 你不需要永远这么卑贱 我今天我给你这样的一个自由 你选择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走新的一个方向 不要再犯罪 你可以这样子做 我相信这女人 后来信了耶稣 弟兄姐妹 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里面 是我们要来思想 神是怎么爱我们的 神不定我们的罪 不把这个石头丢向你 这就是极大的礼物了 神来 祂给我们救恩 我们要做什么 来到耶稣的面前 回到祂里面来 让祂来恢复我们 我最近呢 买了一个旅行袋 这个旅行袋 没用两下 它就坏了 还好是under warranty 我就把这个旅行袋 就送回给商家进场修理 很快就修理好回来 又是能够继续地用 我们的生命 有的时候也会坏掉 犯罪 罪 会一直地毁坏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犯罪 这个已经坏了的生命 这个坏了的生命 要送回祂原有的场 去修 祂从哪里出来 祂从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出来 祂需要回到这个宇宙的神 来去修复祂 修理祂 好叫祂变得更好 祂能够越来越像 这位造祂的神一样 必须要回到祂那里 而不是到处去找别的 有些的人到处去找 这个也可以吗 那个也可以吗 我拍这个也可以吗 我拍那个也可以吗 不是 你要回到你原有的场 不要走错场 回去 祂会修理你 祂会帮助你 弟兄姐妹 我留下来 最后要两个问题给你 请问 你最近 比较像这个女人 是那个被石头丢的人 就是你觉得你一直在犯罪 你一直在做错事 你一直打转在那个 你不该做的这个地方上面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或许你已经减少了 可是你的内心的里面 一直不断地控告自己 一直不断地控告自己 那个石头 有的时候是别人丢你的 因为你在犯罪 那个石头有的时候 是你自己丢自己的 因为你一直责备你自己 你一直控告你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失败 我为什么这么糟糕 你是这个女人吗 现在 你比较像吗 还是你像第二种人 你比较像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 你是哪石头丢人呢 让我们再说 你是哪石头丢人的那一个人 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常常拿石头丢人 整天 你的手指去指别人的错 你这个做错了 你这个不该这样做 你不止一次 你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尤其是家人之间 一直不断地定他的罪 一直不断地大石头 小石头 一直不断地丢 如果你是这个女人 你要知道 你比较像这个女人的话 你要知道 别人 也跟你一样糟 你不是最糟糕的那一个 每一个人都犯罪 你要知道 今天 可能很多人用石头丢你 可是耶稣 没有用石头丢你 耶稣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定自己的罪 回到耶稣这里来 耶稣给你盼望 你可以 不用这样永远下去 如果你比较像 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整天用石头丢人的话 你要想一想 耶稣怎样对你 耶稣没有用石头丢你 最有资格丢你的就是耶稣 可是耶稣并没有丢你 你要想想 你自己也有很多的部分 应该由耶稣来丢你石头的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回想 回想主的恩典在你身上 你也是一个罪人 你也犯罪过 你今天可以把恩典给人吗 因为耶稣给你恩典 耶稣怜悯你 你也可以去怜悯别人吗 耶稣不定你的罪 你可以不定别人的罪吗 就像耶稣这样去欠免他 我们不要这样做了 我们以后都不要犯罪了 我们往那一个方向走 我们不要打转在罪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今天要决定 你要把你的石头放下来 无论是女人 无论是比较像犹太的宗教领袖 把石头放下来 我们圣诞节 最要清楚的是 神把这石头放下来了 不定罪了 他爱你 他救你 我请进拜团 最后呢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弟兄 他的生命的一个改变 有个弟兄他做见证说 他说他是一个脾气非常爆的人 他脾气为什么这么爆 是因为他从小 他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非常火爆的父亲 父亲的脾气非常的大 所以他从小呢 他的脾气也非常的不好 然后他总是要成为那个脾气最不好的人 脾气最差的人 他一旦发现有人的脾气比他更差 他就要成为那个 我的脾气要比你更差 所以他这一生就在受他这个脾气的影响 因着这样子吃了很多的亏 后来他想要悔改 他想要改变 他尤其是他几时想要改变 尤其是当他结婚了过后 因为呢 这个脾气呢 伤害了他身边的人 所以他开始改变的时候 他就开始找 我发脾气的根源在哪里 首先我要借的是酒 因为呢 一喝酒脾气就发了 所以他决定了 一滴酒都不能喝 一滴哦 为什么是这么严格 是一滴 难道是一小杯不能吗 他说从一滴 到一小杯 到第二杯 到第三杯 到整瓶酒 然后你就发脾气了 所以你一滴都不能动 因为他会发大 所以他像是祷告神 我要改变我的脾气 我要变成一个 没有脾气的人 你说可能吗 你的脾气这么久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今天要变成一个 没有脾气的人 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盼望 他像是祷告神 我就是要立志做 我这个事 你帮助我 他分享说 他不是隔天 就立刻就温顺下来 隔天 他就遇到 让他发脾气的事 又想要跟人家吵架了 那个脾气 又很快地就被触发了 可是呢 他觉得有一个不一样 当他第一句 出口骂人的时候 他说他心里面就有个意念出来 神就跟他说 你不是说要温柔 要谦卑吗 他有个醒觉 神在做工 后来他就再继续的 他说你现在是遇到了 让你发脾气的时候 现在就开始学习 他说第一次还是吵 第二次声音就降低了一点 第三次情绪下来了 心里面还很恼怒 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知道 要怎样地去面对争执 担用怎样的态度 最后一次呢 他要吵的时候呢 他的口还没说话 他的脸先变 那个很凶态度就出来了 他那个话要做 不然你想怎样 可是呢 他就发现 当他那个脸变了 他要出口的时候 他里头有句话 又来咯 神就对他说 他就突然间 不出口 他就对那个人说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不对 对方也很奇怪 突然间很凶 突然间就变成 不好意思 是我的不对 这个人好像神精致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他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他说 我终于得神了 因为他说 我感觉那个时候 神得了荣耀 我感觉那个时候神赢了 我感觉那个时候 天使也为我庆祝了 我学会了 虽然现在呢 我还不是每一次 都能够做得这么好 可是实在进步了太多 太多太多 他说我为什么呢 要控制我的脾气 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 没有脾气的人 因为呢 我要安抚别人 因为神安抚我 我要去安抚别人 弟兄姐妹 因为神爱他 他要去爱人 基于这一刻的动机 我的脾气要改 神没有离开他 他在犯罪 对 可是神不离开他 当他去依靠神的时候 一点一点一点 神帮助他 上帝没有定他的罪 上帝没有把他推开 上帝来到他的里面 来帮助他 我给你力量 弟兄姐妹 这叫做什么 回到你原本的场那里 他就会恢复你了 祝福大家 愿上帝在这个的 季节的里面 让我们 给我们机会 一直去想起 他对我们的恩典 以致我们 也能够给别人 更多的恩典 这个时候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来祷告 我觉得有一个感动 我觉得神要对一些的人说 孩子 放下你的石头 放下你的石头打自己 放下你的石头打别人 因为我 已经放下了 很多对你的石头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祷告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时候 你的生命 其实很糟糕 来到主的面前 来承认 求主来帮助你 回到主的面前 祂要恢复你 并且我们也祷告说 主啊 帮助我 也让我看见我自己 也是一个会犯罪的人 我看别人 我看别人的时候 我不要整天拿起石头打别人 你帮助我 让我放下我的石头 我们一起祷告 我送我 是 居然 是 居然 是 是 那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会迎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目标 你定你自己的罪 而且在你的里面 也有仇敌的工作 你被欺骗了 仇敌欺骗你 他告诉你 你真的是很可怜很失败 亲爱的主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要来感谢你 谢谢你 是如此的爱我们 感谢你 来找我们 来到这世间 主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背负了我们的刑法 主我们感谢你 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你来是要拯救我们 你来是要给我们自由 主你来是要给我们盼望 主啊你要来恢复我们 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不是卑贱的人 你要把我们转变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本就只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而是许多的时候 在我们的行为的上面 各种各样的罪的里头 甚至隐藏的罪的里面 我们觉得我们又走回去 这个卑贱的里面去 可是主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 现在主我们要祈求你 主啊帮助弟兄姐妹 还要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 主啊当他求你赦免的时候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他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主啊 主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宣告 在他的里面 一直拿石头打自己的 主啊 今天那个石头不是你的 主啊 主啊 我就向你祷告帮助他 主啊 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 以恩典待自己 因为神以恩典待我们 主啊 主啊 一直不断地用石头打自己 这个不会使我们悔改过来 主啊 只会让我们感觉越来越糟糕 主啊 就向你祷告 今天 主啊 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石头 主啊 主啊 我们要学向你爱我们自己 主啊 我也向你祷告主 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的谎言 主啊 仇敌也一直不断地在欺骗我们 主啊 主啊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拆毁掉所有的控告的话语 主啊 主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拆毁掉那个自我唯义 一直不能够原谅自己的 主啊 主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拆毁 主啊 今天我们要承认说 我们都是罪人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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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主啊 是一个蒙恩的 仍然有的时候还会犯罪的神儿女 主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 主啊 主 你的恩典 一直都在 主啊 是个主 纵然我们今天信主很久 可是你的恩典 还仍然的是在 主啊 是个主 我们谢谢你 对我们的恩典 主啊 今天我们也向你祷告主 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给我们对人的爱 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主啊 是个主 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 主啊 我们也放下我们的石头 主啊 是个主 许多的时候 我们大大小小的石头 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 主 我们不知道我们丢了这些石头出去 神儿 我就向你祷告主 我要求你帮助我们醒觉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丢了这些的石头出去 神儿 别人已经伤了 我们还不知道 神儿 我就向你祷告主 我要求你让我们警醒过来 主啊 让我们醒觉过来 主啊 即使我们丢出了这些石头 我们不再丢了 主啊 我们放下这个石头 神儿 我们要求你主 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去改变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去进步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 去变成越来越像你主 亲爱的主啊 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 今天把你的爱再次的充满我们 主啊 感谢你 主 我们真的要庆祝 主啊 神儿 祂为我们而生 祂为我们而死 祂为我们而复活 祂为我们而升天 主啊 我们要庆祝 祂是我们的神 主啊 谢谢你主 主啊 称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 Amen 这个时候特别的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说话 你还没信耶稣 我邀请你 你来信耶稣 耶稣爱你 耶稣把对你的石头放下了 祂不定你的罪 祂要带领你这个人生给你盼望 祂要改变你 我邀请你这个时候 一句一句的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接受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感谢你爱我 让我更认识你 我相信 你与我同在 直到永远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让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神所爱的儿女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愿圣灵每一天 把主的爱 平安 喜乐 信心和盼望 都要浇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祝福你 成为那一个 给恩典别人的人 也给恩典自己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你要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去改变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身心灵都有健康 你现在哪里有病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挫折这个病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病痛死亡的人离开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医治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的家 愿你的家主同在 也财拜天使天君 看顾你们的家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的家 有主的爱在当中 有主的和睦在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学业 你的事奉 愿这位赐福你的神 祂与你同在 祂使你凡事都亨通和顺利 祂带领你去经过 一切的难处和挑战 在当中使你突破 使你进步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 那些你渴望 主在你的某一些的事上 使你能够突破 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这突破要来到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的财物 愿这位供应你的神 使你一无所缺 福被满意 愿上帝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上帝向你 羊脸赐给你平安 Amen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特别的邀请第一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到我们的Garden 我们在那里呢 已经预备了茶点 来招待你 并且有一份的礼物 要送给你 欢迎你再回到 我们的当中 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 请你到前面 我们的牧者领袖 可以为你祷告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